一位诗人在他逝去前 留下了一首爱情诗 那些骤然来又骤然去的异象 美丽又荒凉 现代又远古 在这朦胧里 您可真的看得清楚吗 请欣赏四姐妹 作者 孩子 朗诵 相飞 荒凉的山岗上 站着四姐妹 所有的风 只向他们吹 所有的日子 都为他们破碎 空气中的一颗麦子 高举到我的头顶 我身在这荒凉的山岗 怀念我空空的房间布满灰尘 我爱过的 这糊涂的四姐妹呀 光芒四射的四姐妹 夜里 我头枕 眷策和神舟 想起蓝色远方的四姐妹 我爱过的 这糊涂的四姐妹呀 像爱着我亲手写下的四首诗 我的美丽的 结伴而行的四姐妹 比命运女神还要多出一个 赶着美丽苍白的奶牛 走向月亮形的山峰 到了二月 你是从哪里来的 天上滚过春天的雷 你是从哪里来的 不和陌生人一起来 不和运货马车一起来 不和鸟群一起来 四姐妹抱着一颗 一颗空气中的麦子 抱着昨天的大雪 今天的雨水 明天的粮食和灰烬 这是绝望的麦子 请告诉四姐妹 这是绝望的麦子 永远是这样 风后面 是风 天空上面 是天空 道路前面 还是 道路 不和鸟群 日子 自己的灰烬 和鸟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